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学习秒学Ruby课程 依据惯例,我们先来看一下本节内容我们所需要去学习的内容吧 现在我们已经进行到了代码块的这一段内容 其实代码块是很复杂的一段内容 所以我们将会跟上一讲中所讲的循环相结合 来讲一下数值连带器 而代码块中比较艰深困难的内容 我们将会放在左边的这一条分子中 在后面的内容中慢慢的去插入讲解 尤其是在书组这一段 会大家详细讲解的 而本节的另外一个重点的内容就是异常处理 异常处理很复杂 它有抛出异常,处理异常,还有一常的种类等等内容 正在这里我们只讲解如何去处理一个简单的异常 而在后面我们会去讲解如何抛出异常 而且异常的分类有哪些 这是我们在后面才会去讲的内容 本节内容我们先举两个例子 让大家先上手学会如何去写代码 我们先来看一下本节课所准备的两个例子吧 本节课我们准备的第一个例子是 从一到五千的加法运算 三级课学了循环的同学肯定会觉得 一到五千的加法运算还是很简单的嘛 那写出什么新一难呢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第二个例子我们将会做一个对零做除数的这种情况 即是一个简单的异常处理 这句话念写比较绕好 什么叫对零做除数的这种情况呢 比如说一除以零 二除以零 三除以零这种情况 其实是不合法的 它是肯定会抛出异常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处理一个异常 对于一个程序而言 你做不合法的运算的时候 它通常是可能会崩溃的 但是我们不让它崩溃 我们让它可靠的良好的运行下去 那该怎么处理呢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我们现在看第一个例子怎么写 拿回桌面 打开我们的编辑器sublime 新件文件 保存一下 就保存在桌面吧 block.rb 开始使用我们的第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来先简单的构思一下 首先 从1加到5000 那我们肯定计算了5000次 那么使用循环肯定是最方便的 那我们计算5000一次的时候就跳出这个循环 同样的计算了5000次 那每一次的计算结果我们都需要保存下来 所以我们还需要定义一个保存结果的变量 那作为上一节的回顾我们先来简单的写一下 那作为上一节的回顾我们先来简单的写一下 首先我们定义这个保存结果的变量为上 然后它初始化为0 还有一个计算 还有一个计次的变量 还有一个计次的变量 i初始化为1 然后使用while循环 while每次都会执行 所以是true 当执行到2000 0一次的五千零一次 对不起说错了 五千零一次的时候 我们就跳出这样一个计算 而在这之前 上每次都会跟i相加 而i每次加完之后 都会自加1 但这样方便吗 我循环5000次 我就需要让h一个一个自己加自己 然后再来判断一下 它得不得5001 这样其实很不方便 这样其实没有Ruby的优雅感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本节内容所推荐的数值迭代器 它是怎样去实现的 我们现在删除这一段不优雅的代码 统统删掉 当然 计算5000次 那我们的上可能还是需要保留的 那怎么来计算5000次呢 我们会看一下 这样一段代码 那同学们是否还记得 这样一个表达 1到5000的 b区间 两个点 一个1 一个5000 表示b区间 然后我们要循环5000次 我们该怎么做呢 先把它扩起来 表示 一个 常量 然后我们就要用它的.h方法 而.h方法里面有个特殊的表达 两个数线中一个i h表示 我会去取 1到5000中 每一个出现的数字 1 2 3 4 5 6 7 这样一次一次的取 每一次取出来过后 将这个值 负给i 或者说 这个i 就代表 每一次取出来的 这个值 然后我们用3 去加上这个i 最后 打印出我们的结果 就计算完毕了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结果 是否符合我们的计算 运行一下 相信运行的代码 同学们已经相当熟悉了 用Ruby 然后跟上你的文件的地址 就可以看到结果 1250 2500 对 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这样一个表达 其实 有点奇妙 有点魔幻 可能有同学会问 那这里为什么是i呢 你怎么知道就是i呢 其实这个地方 你可以写i 也可以写x 也可以写 任何你想写的字母 它都是没问题的 这里它只是一个变量而已 变量的符号 来代表 你去取得每一次的值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 在本节 结束过后 我们去试一下 你写a 写b 写c 写d 看有没有什么区别 也就是为本节 结束过后的 一个小作业 同学们去测试一下 当然 更多的是 希望同学们能通过 这样一个练习 来掌握一下 这样一个结构 然后在后面 这个结构 我们会经常使用 所以希望同学们下去 多练一练 多试一试 好 我们来看 第二个案例 新建一个文件 就叫r.rb吧 然后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异常 来怎么处理它 那我们现在 假设这样的场景 初始以后 一个数 100 然后需要不停的 不停的 给它输一个值 作为除数 比如就让b吧 然后把结果 打印出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 执行一下 这段代码 先数1 得到120 得到50 0 代码就退出了 而在退出的时候 它报了一个错误 说是0 不得被 作为除数 像这样 当你输一个 系统 不期望 接收的值的时候 程序就 报错 然后自动退出了 但是大多数情况 我们是不希望这样的 我们是希望 它即便输入0的时候 它能 有一句微信的提示 然后你可以继续输 而不是粗暴的 退出了程序 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 我们先判断 b它是不是为0 好 是为0的时候 我们就打印出提示 超过下面的代码 第二个方案 就是本节 说要讲到的 异常处理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异常处理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异常处理 用begin 就是qn的语句 来进行处理 先移动一下 这段代码 我们将可能出现 异常的代码 放在 上面的代码块中 然后将处理方法 放在下面的 代码块中 我们可以看一下 执行后的效果 现在测试一下 正常的输入吧 没有任何问题 让输入0 好 提示 请不要输入0 程序可以继续稳定的运行 这就是我们 异常处理的目的 但同学们有没有看到 它这里有个e 它e是什么呢 我希望同学们 在本节内容结束之后 自己用铺子方法 或者用p方法 把e打印出来 看一看 作为本节的作业 好 本节课程就到此为止 先从视频的收看